好,接下来我们看7.3B的部分了 正角和负角的三角函数的关系 我们之前学了一个与角关系 对不对 什么即便有不便 正不看下即便拿之类的东西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正角和负角 那什么意思 如果我的角度Sitta 跟一个负Sitta 它们有之间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它有两个情况 所以它可能是第一项线 它就补一个负 它就变成第四项线 我第二项线 我补一个负就变成第三项线 我第三项线 我补一个负 倒转绕 它就变成第二项线 如果我第四项线的 我补一个负 倒转绕 就变成第一项线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一根四会互换 二根三会互换 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记下去看 然后一根四会对应 二根三会对应 yeah,yeah,yeah,collect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把它 因为我们的ASTC的关系 ASTC ASTC的关系 我们研究下Sign的值 我们的Sign的值 我们只看Sign 它第一项线是正的 第二项线是正的 第三项线是负的 第四项线是负 你会看到 它第一根第四项线之间 一个正一个负 所以如果我的这个角度 补了一个负 那这边也肯定会有负 OK 这样子 因为它正的跟负的会对应 就是说它的第一根第四项线之间 一个正是另外一个正另外一个是负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cos呢 cos我们来看一下cos 它第一项线是正的 它第四项线是正的 它第二项线是负的 它第三项线是负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即使补了一个负 然后我从第一项线 换成第四项线 我有没有负 没有啊 它还是一样的负 所以你会看到cos的那个呢 是没有负的啊 cos是没有负的 OK 然后呢 Tangent来看啊 Tangent的话呢 它是第一项线是正的 第三项线是正的 第二项线是负的 第四项线是负的 所以它的情况跟sign很像 就是上面是正下面是负 下面是负 下面是正 反正呢 就是第一根第四项线 一正一负 第二项线跟第三项线 也是一正一负 所以这种情形呢 跟sign一样呢 它也是要在外面 补一个负 看到吗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怎样 简单来讲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sign的话 它里面有负 你的负可以提出来 便有这样子 OK cos的话 你的这个负啊 直接丢掉 用看它 因为那个负 它的这个两个值是一样的 第一跟第四项线是一样的符号 第二项线跟第三项线是一样的符号 原理是这样 所以我们记的时候是 总之 cos里面的负直接 替掉 不用看 sign跟tangent里面的负 你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 OK 提出来 啊 这样子来记 好吧 OK 所以同理啊 我们的 cosecant 就看sign 也是有负 然后呢 cos的话呢 second的话 我们就看cos咯 cos的负直接 替掉 second也直接替掉 tangent cotension 它就看tangent咯 tangent的负可以提出来吗 这样cotension的负也可以提出来 啊 所以类似 也是好跟前面的一样的 一样的情形 啊 一样的情形 就是看它的导数 看它的导数 它的导数怎样 我也怎样 ok 啊 还有呢 就是还有几种关系啊 刚才我们啊 其实我们刚才只是呃 直接看那个角度是它地底相近 然后看它的跟位置是多少 对吧 啊 然后呢 现在呢 来给你看到说 呃 好像感觉上你们 你们呢 有用到了这一篇的呃 做法啊 就是学校本来上的关系 刚才的练习好像给你弄不到 哦 水了 只好 好像过 ok 现在来看啊 之前我们讲90度减的时候 我去掉这个90度 我放回去它 然后呢 那个呃 这个角 那个三角函数就要从sine变cos cos变sine 对吧 dungeon变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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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变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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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90度减 鱼角关系 啊 那个时候叫它鱼角关系 现在啊 我们发现到 如果加90度 也是一样的 加90度呢 它也会变成这样子 原本这个角系达 它对应过去呢 就看上面这个是他 哦 像看这个是角度 所以 总的来讲啊 我讲结果就好 讲的来讲来讲啊 总的来讲呢 他发现到 啊 总之他讲 他比较这两个点啊 然后比较这两个点 啊 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之后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发现到哦 加90度哦 加90度哦 它的情况呢 也是交叉的情形 怎么说 我来看一下 我来写一下 这个跟这个 Y除以R 这个也是Y除以R 这个跟这个 一样 X除以R 这个也是X除以R 这个Y除以X 这个是 这个对应去哪里 对应content 对应content Cosecond 对应 second 对吧 R除以Y 这个R除以X 对应去这里 这个对应去这里 这个对应去这里 OK 好 所以也就是说 Sine对Cost Cost对Sine Tangent对Cotangent Cotangent变Tangent Cosecond变Second Second变Cosecond 我会去第二项线 这样我会去第二项线 所以变成了第二项线的时候 只有Sine的值 只有Sine的值 会是真的 只有Sine的值 会是真的 所以呢 这个情形是真的 OK 还有这个Sine的导数是Cosecond Cosecond的时候是真的 所以我们发展成 最后我们发展成怎样的 我们把90度给去掉 OK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把这个Sine 当做是一个很小的Rage 好 90度加一个Sine 我就是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的时候呢 Sine是真的 所以这一个情形会是真的 其余会是负的 Sine变Cost Cose变Sine Tangent变Cortent Cortent Cortent 它们的这个 换算的关系 换算的关系 跟之前一样 跟之前与角的关系一样 只是说 之前我们是90度减 90度减呢 就会是永远第一项线 也不用看它全部是真的 这一边呢 我们就要看角度 看向线啦 接下来我们要看向线 看它第几项线 你把Sine当做是一个Rage角 90度减加一个Rage角 是第二项线 Sine是真的 Cosecond 会是真的 其余都仿佛 这个是第六章 还记得吗 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有鱼角关系 所以它的情况类似 因为你90度减一个Rage角 它应该是第一项线 所以全部是真的 所以你看到它 很像嘛 对不对 Sine变Cost Cost变Sine Dangent变Cortent Cost变Cost变Cos Präsident Cost变Cost Cost变Cost Cost变Cсят Second system 所以跟第六章上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90度减 シーター 90度加 anywhere 也是类似 只是说要看向线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之后接下来720怎么办 720你减360减360 你就会去到第一项线 所以它相等于cosc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这一边的话 减π加c 减π加c 是第三项线 第三项线的cos是有负的 所以是负cosc 所以他这一边 他用了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他是 给你看这个sic塔 是一个瑞角,你把这个sic塔当瑞角 然后呢,就看他角度 是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呢,扣掉了 加两个360 你会得到 他补一个负 他应该是补了一个负 刚好 他是 是负 负 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 我会把它加两个 加三个360 我看一下 负 450 加360 再加360 720 所以等到270 270 加一个角度 他相等于270 加一个角度 其实呢 过后呢,我们也会学 这个270 我们要交换 270 其实他也是跟这个情形一样 270加一个角度 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270是cos的导数 没有是正的 然后呢,这个270 跟90的都要 换 270就变cos 大概是这样 他的情形是怎样呢 他应该是有补一个 先补一个负吧 才会加变减 好,这样是这样 他先把那个负给抽出来 再减去两个三百 也是可以 因为270是cos的导数 因为270是cos的导数 cos的负可以去掉 我理解了 首先他把那个负给去掉 乘一个负 因为270是cos的导数 所以 里面cos的负去掉呢 我们可以不用 不用换 不用补负了 过后呢,我再减两个360 就会整理90了 所以应该就是 少了这个步骤 不然的话好像很奇怪 好 再看下一个 我把负去 他直接加拍 他直接 这个再剪 直接加拍 可以加拍 呃 加 减90 再减拍 哎 减西塔 是等于 加90 减西塔 你加2拍的话 应该是2分之3拍 减西塔 2分之3拍减西塔 当然因为他是90 对哦 一种个这样子来看的 对哦 这个负 呃 呃 应该是90度 他加拍 去加拍 还是抽一个辅 但是他又剪了 但是他又剪了 那这边还是放剪 我会建议 先把它变成 加了2分 呃 加了2拍哦 就是2分之4拍 会得到2分之3拍 剪西塔 就是这个角度 角度是4拍 呃 然后呢 你要换成这个角度的话 哦 他要换这个角度 哦 他要换这个瑞角 我理解了 他要 把这个换成 这个瑞角 你用拍去剪掉整个 拍去剪掉整个 就会得到这个角度 就是加拍的意思 啊 得到了这个角度之后啊 他再考虑 contention 因为在这个角度 是正的 所以他直接呢 放了一个正的 拍出一个 拍出一个 再剪西塔 这样子 OK 所以 类似 大概是这样子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去 呃 这个情形 我们要怎样做 OK 这个 我们扣掉三百六的话 我会得到九十嘛 所以他是相等于三九十度减西塔 九十度减西塔 好 所以这一提 答案就是相等于三十度 这个其实是 呃 不是三 啊 应该要换的 三区掉并可塞 这一提是可塞减西塔 270 你加三百六啊 你直接加三百六 你会得到九十度 加西塔 啊 啊 哎 这一提是 九十度 嗯 啊 啊 那 我觉得这个数码好像有点卡 哦 没关系 我再有点 差很多 啊 好,来看看 刚才那个size 450我们讲好了 这个的话呢,你加360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90度加息它 90度加息它 所以我把90度去掉,我就会变成cos 这个90度加一个角度,它会在第二项线 对不对,第二项线呢,应该是sine是正的 所以你就会得到cos 好,所以这一题啊,会得到cos 就是cos cos的话呢,如果cos 如果是cos的话 如果是cos 90度加息它 你就会变成sine 然后因为第二项线的cos是负的 所以这个是负3 这一题是负3 你把它 扣掉 两个拍 就是 10拍的话 就是 2分之3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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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 池线我们就会学到啦 这个 这个哦 200期哦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90度 这样子来处理 就会变成second 所以 然后呢 因为是在第三项线的关系 第三项线的话呢 它的这个sine 会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放一个fue sentence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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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讲说啊 我倒是我们还不理解这样的情形 啊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 三 呃 2分之3拍是270 然后呢 再减一个sita 在这个位置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就会是pi pi 除以2-sita 啊 so 啊 相等于pi 除以2-sita cosecond 这个时候还是cosecond 啊 因为我 我们看得出来它是第三项线 第三项线因为有负的关系 我们有负 最后呢 就会变成 呃 90度去掉 我们就会有second sita 啊 所以就会多一个步骤啊 这样子 ok 呃 这一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我们加2拍再加2拍再加2拍再加2拍 他就会相等于pi 然后他会加6拍你就会得到pi 解解7-sita的话呢 他相 那应该是第二项线的一个小脚 那小脚就会是sita 然后呢 第二项线的 第二项线的dangents会有fu 所以最后呢 所以最后呢 你会变成fu content sita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啊 第二题啊 第二题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ok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d 第二题 第二题他讲呢 我的sita呢 会是等于15除以17 然后呢 他的角度呢 是在哪里啊 他角度是在第二项线的角度 好 第二项线的角度 他要找什么呢 他要找cos pi 除以2 减sita cos pi 减sita 然后 cos 負sita 然后呢 dangent pi 加sita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要讲分析的 pi 减sita 他其实是第一项线 你的pi 除以2呢 去掉了之后 你就变成sita 然后呢 pi 是 pi减sita 基本上这个小角呢 还就会是sita 就第二项线的sita cos 第二项线cos是有负的 我们就放个负 那我如果放这个负 你以为是这个减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放我 所以你要注意那个sita 然后呢 这个cos的负 里面的负不要讲 直接去掉对吧 直接去掉 混去理他的 因为 这个是负角那边有解释到cos的负可以直接去掉 然后呢 pi加sita 他就是第三项线的dangent 刚好第三项线的tangent呢 会是正的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 然后呢 cos和cos去掉 接下去要怎样呢 sita 这个有负 当然tangent哦 你可以再换 你tangent 你tangent换成sine 除以cos的话 还记得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你的sine 又可以正月 最后把cos给提上去 得到负cos cos cos 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对回我们的值 负 17 好吧 17 我们再对回来 好 这个负值 有负值 然后呢 他又负7分 8出于17 所以负得真答案是8出于17 ok 是非理解 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做 ok 好 那 练习到里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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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